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发现离白金汉喷泉还差五十米左右 有这一座小小的喷水池引入野年 环绕它的四周 我们还看到芝加哥市中心 由无数的高楼大厦所组成的风景线 衬托在蓝天白云之下 养人心旷神仪 白金汉喷泉 是一个芝加哥的地标 它位于格兰特公园的中心 时间于1927年 是世界上最大的喷泉之一 它所采用的是乐可可婚礼蛋糕样式 从喷泉的正面 我们可以看到两只天马 从口中喷出泉水出来 然后这边也是一样 白金汉喷泉的灵感是来自于法国凡尔赛宫的乐托喷泉 而它正象征着芝加哥的密切根湖 每年它从四月工作到十月 在冬季 喷泉会装饰着很多节日的灯饰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 近距离地欣赏白金汉喷泉的美吧 今天天气炎热 来白金汉喷泉参观的人并不多 所以正是人们在白金汉喷泉前面 留影的最好时机 喷泉的水 游如万马奔腾 雄伟壮观 今天我们在这里还看到一对新年在这里拍摄婚纱照 美丽的新娘子和帅气的新娘哥 受到众人的祝福 我们祝愿他们白头偕老 白金汉喷泉喷泉 无论你从哪一个角度去观看 它都是呈现出如此美丽与壮观 这是从密切根湖 湖面上去观看的白金汉喷泉 你看 那个喷泉的泉水 喷发的有多高 甚至可以比美 那些在它后面的高楼大厦 让我们看回来 すごい 给美丽的泉水 我来说 这是一个海月的泉水 吉准水 空的泉源 直到现时 天洪 流卖 混沙沙泉 溶活 小砂 落地 海蜇 周砂 那天 著述 花 溶 沙泉 好,我们现在又去下一个景点了 大家好,这里是芝加哥的湖 这个湖很大,一直连到加拿大的 非常大的一个湖 一望无际的湖 在这边你基本上是看不到另外的对岸 好漂亮 哇,so nice 这里还有一个摩天门